小白 飛飛 拜拜 飛行器升空了 讓我們從空中一次看清 枯波的很近 即使上下超過十次 但這個哭字還是讓長長陡坡上的重裝列車 身心四肢都很想哭 不過高空預覽的視野 倒是讓我們看到兩天後的冰寒世界 在此之前 雪霸國家公園的志工神龍 已經從高山氣象資訊中 先行預知了一場春雪將籠罩雪山的消息 對等待拍攝大雪紛飛畫面 多年未果的MIT台灣誌來說 這就像是新春報家音一樣的令人振奮 雪山山鏡上 追雪人如雪般紛飛上山 又如聯合國一樣精彩 這是期待多年的雪白影像 隊伍中有人以示早生劃髮 青山也該為我們白頭一次吧 A.,四季國曜高山 超級美人 中山 關城 倒閉 多汝 原來 好 這是有數據 比如它是一路 一路 一路到著山坡裡 一路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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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龍 早安 早 天氣非常好 對啊 很棒啊 天空很藍啊 整個山林都亮起來了 不過今天一早一出來 發現猴子還沒來 猴子還沒來 因為最近的猴群 他們大概都會到 露營區 那邊很多的遊客 準備餐點的時候 就是他們吃早餐的時候 所以這個時候 他們大概都是在 露營區密食 哦 露營區那邊 更具吸引力啊 食物更多 比這邊更有吸引力 所以一早 他就會先下去 露營區啊 所以還會再上來嗎 還會再上來 還會上來吃點心 可能他知道我們 這一次人比較少 人比較少 誘營稍微低一點 所以他還是陸續 都有在這邊活動就對了 有 這個區域 就是他們的一個活動範圍 昨天住七卡山莊 滿舒服的 因為人很少 很少 一個可以睡兩個床位 空間就很大 不過今天天氣很好 對我們拍攝 或者是登山來講 就是比較方便 也比較舒服 是 我們今天從七卡山莊 到三六九山莊 它的距離是五公里 那在這五公里的路程裡面呢 我們都很建議 就是像天氣這麼好的話 在四公里 四K的空波觀景台的地方 可以稍作休息停留 然後再來就是雪山東風 雪山東風 在五K的位置 那三六九是在七點一K的位置 所以雪山東風也是一個 這個視野非常棒的地方 也可以稍作停留 那加上它也是一個百月之一 這個地方都是一個 今天的天氣 可以看到非常棒的一個美景 所以我們今天的行程是 距離五公里 那垂直落差 七百公尺 大約七百公尺 對縱莊來講 算比較辛苦的一天 比較辛苦的一天 但是天氣好的話 我們相對走起來會輕鬆一點 這樣的好天氣 不知道能不能維持到我們上東風 可以看到很棒的視野了吧 應該還可以 但是我們到了東風或者 庫波觀景台訊號比較好的時候 我們還是會上中央氣象局的網站 更新一下 我們往後幾天的氣象資料 作為我們行程的依據跟參考 因為最近有一波封面 直接來這兩天會接近 那我們還是會持續關注這個氣象 好 希望這樣的好天氣 能夠維持下去 對我們今天的拍攝 或者登山的行程 就會幫助很大 是 大家整裝一下 就要再出發了 好 第二天的行程 十一 二十三 對 三超過 三超過 沒有要去 對 那個十三了 四十下巴 這個叫做公司 三個 十二十 十六 十六 十三 十三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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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ing 寶 lightning 到櫻子 National 那時候吃點心 到了吃點心 �들 T Green marine 好進去喔 猴子還是來了 不過這有來了一隻啊 我以為是有的 好進去喔 猴子還是來了 不過只有來了一隻 可能這邊人比較少了 或者說現在的山友應該 比較少在餵猴子 數量來的比較少 不過剛剛沈隆講說猴子 一早就是去露營區 可是那邊比較吸引人吧 那現在看到一隻猴子上來 不知道是探子啦 先鋒部隊 搞不好等一下猴子會越來越多 那就讓牠在森林裡面 自由自在地活動密室 過去攀登雪山 住宿七卡 一大清早大多是準備著 陡上枯坡的應戰 而現在卻是先看猕猴耍猴戲 從武林農場露營區到七卡 如果順走登山步道 是四公里的路程 每天跋涉跳躍來回八公里 吃大餐 想甜點 就人類的觀點看來辛苦 但猴族們似乎樂此不疲 天還沒亮就下山覓食的猕猴 或許曾經和這些 一早上到七卡的外國山友 打過照面 向道對這幾位 試穿冰爪的身手相當好奇 難道他們不是來自下雪的國度 每一張臉上都寫著 初次上手請多包涵 就在大家的注意力全放在這些女孩時 有人驚覺山莊的廚房遭竊賊侵入 這次動作飛快 沒有一人補得她的身影 幸好早餐的廚餘已經收拾妥當 行動糧也打包入袋 這隻被賣歌形容 早早獨自返回七卡的赤后 不知打哪兒翻出的菜蟹和橘皮 自顧自嚼得津津有味 看起來在七卡周遭活動生息的台灣迷猴 比起前一年數量不減反增 而一些原本存活在這裡的族群 卻得花一些心思尋找了 小苗生長出來了 這邊可以看到幾顆咬人貓的小苗 已經冒出來了 春天來到台灣的山林爬山 充滿了生命力 可以看到很多樹發出嫩葉 水霸國家公園這幾年 一直有在這邊做動作物的監測 最近拍到台灣野山羊吃這個咬人貓 因為咬人貓上面都有刺 一般我們在爬山 如果遇到咬人貓就是很老人 被刺到的話可能會疼痛很長的時間 因為牠會釋放一種蟻霜 我們從影片可以看到台灣野山羊 牠不怕咬人貓 一直吃就當作牠的食物 那我們這次來到雪山很重要的一個目的 也就是要來拍攝這個台灣特有種的台灣野山羊 那主要我們設定的目標是在雪山的那邊黑森林 那希望這次能夠很順利的也很幸運的 也能夠拍攝到台灣野山羊的一些生態 那看牠密實的一個狀況 還有在雪地活動的情形 台灣野山羊舔食野溪溫泉派炎炎 或者大旦枯葉嫩草的畫面我們都看過 但雪館處委託東海大學林良公老師團隊 在大坝尖山山區調查拍攝到野山羊 忘情咬食咬人貓的一幕 倒是頭一回見到 為了避免山友不小心誤觸 雪館處會定期清除山莊前的咬人貓 並留下一些當作現地的戶外教材 我們去年曾侵渡這一片茂盛的群落 過兩天這些小苗或許還得經過一番春雪的洗禮 飛行湯華 哈? 我們兩個人 脈雅 你好 脈雅 好 好高興看到你本人 上禮拜才看著我 很討厭 好久沒來 對 麥哥 你們要上去哪兒去 上去 才剛到而已 要寫信了 剛開始 那是你們上去 我媽要去寫信 麥哥可以給你拍照嗎 謝謝 好 開心 我去Kashan 一 二 三 中山大哥 來 不要講 那是NO啦 然後那是想要吃 就不會對的 下了幾天 你今天煮3.9 你今天煮3.9 會去 還有 誰要叫你煉 他在那邊吹根本 姐姐來了 來 姐姐來了 吃下來了 我只要為你 我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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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使用代操 代操操 換了 換了 三黃骨 我們要趕快拿球 我們一起走開 我們要趕快拿球 三個都會來了 好 大家要準備動一動 漁屋慢慢來了 我們要趕快出發了 出發前要趕快活動一下 因為這邊也落差 又背比較重 那可以看到很多山友也陸續上來了 雪山真的是一座不錯的山 除了景色好之外 它的積雪可以維持滿久的 現在已經三月了 都還有很多積雪 所以我們陸續有看到很多的隊伍 就是雪訓的隊伍 到雪山去做雪訓 那我們現在要趕快做操 活動一下 然後就趕快上去了 今天誰要帶操 今天因為上面下雪很冷 我們需要前身的發熱 我就跳那個暖身操 我們以排球的暖身操 發熱一下吧 好 從那個腳關節運動 還有配合你的手腕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換腳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好 吸關節 一 二 我 我這邊啦 我左側啦 一 二 三 五 六 七 八 因為認真踏實 武藝了得的烏馬斯代操 MIT台灣制出發前 向來搞笑的熱身操 難得的動作確實 雪訓的隊伍 不論是生手或老手 都做好行前準備 可以預期之後幾天 雪山的三六九山莊 必是人生鼎沸 而麥哥還盤算著 如果擺放紅外線相機 能否捕捉到 猕猴咬食咬人貓的畫面 猕猴或不會像野山羊一樣 大膽咬人貓 我們不得而知 但黑森林裡的野山羊影像 麥哥可是志在必得 為了雪訓而上山的各國隊伍 已經陸續出發 我們又再次踏上這條 七卡到枯坡間的 Z字形電光道路 阿青在雪山 負責山莊清潔 和山遊伙食的登山協作們 也和我們的重裝列車 一步一驅 只不過在電光道路上 繞行的隊友出奇安靜 讓麥哥以為 大光又抽到了千王 這段路松針鋪地 鳥聲周揪 一不小心 神勢就要暈淘淘了 再爬他 加油 好 大光 我有沒有聽到你的聲音 加油 加油 開始上升啊 爬坡 齁齁齁齁齁 是 可以跳白了 可以了 已經白了 已經白了嗎 那檢查看來打電話 有力了 阿清今天換鞋子了 對 登山鞋 鞋為什麼換登山鞋 要套那個冰爪比較好套 很少看到你換登山鞋 對 比較好套 鞋的話會有一點風險 老了 進不起跌倒 有啦 防暖度也比較好 對 好 這裡先走完 這個應該很輕鬆了 有 不用老東西了 這次好像真的老了 骨頭 骨頭後面 真的要吃一套鴨戶了 很重嗎 對 今年五十大獸 布農族就五十大獸 那你們要慶生 我們五十五歲就可以領老人 老人進退了 原住民五十五歲就可以領老人年輕 對 因為我們一般 原住民的平均壽命不到五十五歲 所以政府的德政 希望我們可以活久一點 然後領得更久 感謝政府的德政 還有立法委員們 感謝你們 有幫你們爭取福利 對 不錯 所以我們一定要很用力的呼吸 一定要從鼻孔呼吸 一定要超過五十五歲 對 才能領年輕 對 那我們要等到幾歲 六十還六十五 你們是六十五歲 我們是五十五 差十年 對 壽命有差那麼多嗎 有 領年輕 他們這個有經過釣草 真的 滴血到釣草 他講你們應該很健康 都在山林裡 還有喔 後面 春雷 春雷大翔 大地不說 打春了 聽到春雷了 春天到了 把神明躍動起來 一逃出來 你要上去就很漂亮 在原住民族群佔優勢的重裝列車上 我們可就成了少數民族 幸好MIT台灣制不擅長政治 也不夠八卦 否則人生邁入半百後的阿欽 老是提到的政府德政 可是很讓我被懷憂喪志啊 話說回來 這一路上假如不說嘴 不打春雷 重裝列車可就沒什麼動力前進了